今天 因為有一些人剛到鐵花村來 那今天還是跟大家再介紹一次 我早在台灣曾經有一個 輝煌的民歌時代 那時候台灣各地都有很多 民歌餐廳 然後也有很多民歌手的出現 那之後呢這些民歌手 不見得每個都還在當民歌手 因為民歌時代也過了 他們可能就變成歌手 然後 然後 然後就像大海 他就是典型那個 後來沒有當歌手的例子 但是其實他還是很 很喜歡唱歌這樣 那其實之後他 做了很多事情都是那個 通常都是喝醉酒後才聽得到 所以今天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榮幸 會聽到他分享就是他 他 民歌手之後的那個人生 到後來他落葉歸根 回到台東 你很殘忍 我很喜歡排球 這段要講嗎 我國際上就開始打排球 然後 很不小心因為很厲害 被挖球出擊的現場 那 也在 國中也當了青少年隊的幾球員 然後 然後開始就一直在 這個 這條路上 很認真的付出在這樣的一個 一個排球這個 這個運動項目 那也不小心呢 很榮幸呢 就是在台北市的 城鎮國中 就當了排球教練 演出民 那個時候 讓演出民辛苦 因為 在都市的刻板印象 演出民是一個 愛喝酒 做事很懶惰的人 所以我常常會背負那種 演出民華納的這個聲音呢 其實它不是悲觀 它是一個很事實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我可以做得到 其實在教育界這十年來呢 其實我也 交出了很多很優秀的選手 然後呢 也在都市裡面 看到一些原住民的小孩子 我也把它拉攏回來 拉攏過來練排球 那他們現在都 很有成就 都在學校裡面 當體育老師 當排球教練 那我也在這十年來呢 我也帶領到全國隊的 國中組的聯賽冠軍 這是我最驕傲的事 那我會這樣子說是因為 所以 不管在哪一個環境裡面呢 我是覺得大家要做出自己 要很用心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那經過這麼多年 我會離開教育界 那是因為我覺得 我還有很多人生可以走 還有很多人生可以看 所以我選擇離開教育界 然後 開始去流浪 擺路邊攤 去看看各種不一樣的生活去嘗試 其實這樣的人生現在對我來講 已經很滿足了 因為我的經歷呢 跟我的 我還滿喜歡的 我還滿喜歡的 好 那 因為我其實知道你的歌單啦 這種講完好像馬上要緊接著唱流浪季的感覺 突然有點那個 突然有點難接下去這樣 不然那個 我們繼續唱好了 我們繼續唱好了 一邊 可以從哪一次嗎 我複習一下 對不起 給我一次機會 我們一起唱好了 我的爸爸媽媽媽叫我去流浪 一邊做一邊掉眼淚 流浪到哪裏 流浪到台北 我的心裡很難過 痛苦到我的愛人 我就這樣告別山下的家 我實在不願顯示把頭抵上 我以為我平不長 不會害怕 我就这样自己照顾自己长大 我实在不愿现实把头抵下 我以为我并不怕 能学会虚假 怎样才能够看穿面具里的光滑 别让我的珍惜散个小色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更复杂 还能不能唱出歌声 你能够看穿面具 你能够看穿面具 我会认为你能够看穿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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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才能够看穿面具你的谎话 别让我的真心伤个笑傻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更复杂 还能不能唱出歌声 毕竟你复唤 我一直很喜欢韩奈的歌 他写的歌真的是很适合我 也已经写到我们的刻骨铭心里面去了 所以我非常喜欢他的歌 我今天也很感谢杰任来当我的鼓手 这是我的荣幸 那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鼓手没有麦克风 他是铁花村的音乐总监 他叫郑杰任 这是我的荣幸 今天很高兴看到我无眼的女朋友 他一直站在柜台一直故意跟人家讲话 吧台那里 你们可以往后看一下那个黑黑的艺术家 安生会 对 这个是他做的 这个是他做的 其实我很喜欢李忠胜的歌 李忠胜呢 他有为蔡琴写了一首歌 这首歌呢叫做油马才子 这也是在民歌 在民歌时期的时候是一首很经典的歌 他有为蔡琴写了一首歌 那是在民歌时期时时走来 是怎样莫可奈何的人爱 而从前未成给我的爱和光怀 今天在你内地的笑语走来 谁说我的命 好像那油麻菜 只是你不知将它往哪里载 就算我的命 好像那油麻菜 但是我知道了 怎样去爱 你从那些艰苦的日子走来 是怎样我很奈何的忍耐 而从前未成给我的爱和关怀 今天在你内地的笑语走来 谁说我的命 好像那油麻菜 只是你不知将它往哪里载 就算我的命 好像那油麻菜 但是我知道了 怎样去爱 才盼望你 将我抱个满怀 日子就已荡雅当你来到现在 经过了那些无奈和期待 我好高兴有人自己的将来 谁说我的命 谁说我的命 好想那油麻菜 只是你不知将它往哪里载 只是你不知将它往哪里载 就算我的命 好想那油麻菜 但是我知道了 怎样去爱 你不知将它往哪里载 才盼望你 将我抱个满怀 日子就已荡雅当地来到现在 经过了那些无奈和期待 我好高兴有人自己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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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